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介绍过丰富钙质的食物 但是那些食物虽然丰富 但是如果我们缺乏维他命D 它的吸收也不是那么全面 所以如果是避免这个钙质疏松 我们就要有足够的钙质和足够的维生素D 就是维他命D 但是这个维生素D是怎么来的呢? 在食物里的成分是很少的 如果只是靠饮食 是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所需的 如果你真的要找维他命D有的食物 是来自这个高油份的鱼类 例如三文鱼、沙甸鱼、青花鱼、吞拿鱼、雪鱼、鰻鱼、蛋黄 和添加维他命D的奶类制品 或者是豆奶 但是除了这些饮食 我们虽然说可以有维他命D 它也是不足够的 但是只要我们出外曬太阳就足够了 因为维他命D主要是透过阳光中的紫外线 当他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之后 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会合成 如果我们每天都令到我们的手部、面部 能够直接接触温和的阳光 大约10分钟 就能够让我们这些肤色比较浅的妇女 制造足够的维生素D 如果肤色较深的妇女 他需要照太阳的时间是相对较长的 但是设计我们曬太阳的时候 要避开中午猛跌的阳光 这个对我们皮肤是会灼伤的 那怎么去曬太阳呢 你要留意我的播放清单 有个主题说曬太阳的了 但是有些人士 他的生活环境是令他没有机会曬太阳 而他的食物又不能够给我们足够了 所以这些人就需要补充剂了 这个维生素D的补充剂 是需要医生衡量过你的情况 而决定你吃多少 那哪种人需要这些补充剂呢 就是有些民族 长期将他的面部和手脚都包裹住 这些人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太阳 就一定要吃补充剂了 那有些是长期逗留在室内 而且是很少时间接触的阳光的 那长期逗留室内的是哪些呢 就是那些长者 因为他的年纪问题 行动不方便 变成要住在这些疗养院的人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 时时推他出去曬太阳的 那没有什么机会接触阳光 就一定要补充 而且在加拿大 有些地方好像加拿大 冬天直接灰蒙蒙太阳都不出现 那你想曬都没有机会了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 这些这样居住环境的 小阳光的地方的人 都是需要这个补充剂的 那特别是那些肤色比较 又是比较黑些 又没有机会接触阳光的人 是更加需要补充剂了 因为他们肤色比较黑 浪费10分钟都不足够 那如果还更加少机会了 那所以他们当然是缺乏了 那这个补充剂就不可以少了 那一定记住 任何的补充剂 都最好问个医生 你究竟需要吃到多少 不要乱吃 因为值得少 你可能不足够 吃得多 对身体也有其他的不适的地方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自己去超级市场 或者是药房 看到维他命补充剂就买回来 不是乱吃的 一定要尊重医生的吩咐